看特别节目 这一集让西西带大家继续看看剩下的2016年网红大熊猫 这位小朋友就是七喜了 现处于成长期的七喜 长成了一个憨态可居的小胖妞 脸上不仅有蓬蓬的婴儿肥 坐着吃竹子的时候也能看到小肚子 小妞性子卖热且温柔傲娇 小伙伴挑逗她 常常一副冷漠脸对其爱理不理 可是吃起竹子的认真劲和睡起觉的呆萌样 让小伙伴们欲罢不能 最让人心疼的是七喜妹妹不怎么能护食 老是被成就等小伙伴抢 抢了也不生气 就坐在那儿舔出你手上的鱼味 真相对七喜妹妹说一声 你可长点心呢 奶妈都开小灶了 你都护不住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女熊汉子七巧 大熊猫七巧是个活活活爱的小妞 由于其不拘小节 能吃能睡还是女孩子的缘故 变成了五个小伙伴里最胖的 因此更名巧胖的昵称 由于性格比较太小 淑女汉不行 常常和其他小伙伴互怼 当然苹果窝头盆满也不会被抢 偶尔还帮妹妹七喜赶走其他骚扰者 巧胖大部分时间是在吃竹子充电状态 但是一旦充满电 却会开启豆皮危险 希望长大后的她 必然会这样自娱自乐 来来来 接下来为大家推出一位重量级明星 这位梅兰同学 外号肉肉排鸭鲁鸡 自从学会走路后就喜欢鸭熊 但是性格活活活动的她 喜欢和奶爸奶妈玩 外妈的特点 继承了父亲泳泳的黄毛 在太阳产房 是毛色最黄的一只 小时候如果奶爸奶妈拍别的小团子 她还会不服气的去骚扰奶爸 然后凹造型看着奶爸 让奶爸拍自己 现在除了诚实之外 整个太阳产房 她谁也打不过了 号称鸭鲁鸡的她 再也压不住谁了 2014年7月出生的成就 因为喜欢打闹玩耍 所以从小就能立定为 成家无法的下一个男家 被寄予厚望 更与众不同的是 成就同学小时候身上本该是黑色的部分 全部都是灰色 因而网友亲切的叫她小灰灰 小灰灰小时候的眼神总是很无辜 学习角度的速度比较慢 每天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趴在饲养员准备的木板上 懒懒的睡觉 稍微长大一点之后 成就就跟着大双妈妈 还有说好小朋友一起生活 由于成就总是喜欢吵闹大双 所以经常被教训 被毫无防备的留下隔离钩 同样这期节目的最后 再为大家介绍一位大明星 08年出生在美国亚克兰大动物园的 雄性大虫猫喜兰 始终被认为是基地门面担当的喜兰 继承了罗兰家族 诸白貌美的伟大传统 作为美兰的弟弟 喜兰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喜二爷 二爷急气挑食 吃竹子前要文文旋旋 选完了咬一口 不好吃又会立马扔掉 相当有脾气 当然平时最吸引粉丝们的 还是二爷的下午茶 奶爸会直接把苹果和窝头送上 帅气英俊的脸庞 加上显赫的家族出身 这简直就是高富帅呀 看着二爷吃得飞起来的耳朵 你们是不是已经爱上他了 最烦的这么做掉了 尼不赞千致 sitting 吃准备 好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